大家好,我是CY 今天來聊台灣高殖利率的公司有8%到10% 次回應這位網友 想知道的公司是 傑波 公司簡介傑波前名為傑波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於1986年,資本而是7.5億 主要是從事電腦主機板的製造 在其後是積極開發各項工業用準系統電腦 工業用電腦機箱、主機板及電腦周邊產品的製造與銷售 產品銷售佔比 IPC 工業用電腦約佔91.7% 其他約佔8.3% 第七銷售佔比 台灣市佔24.9% 中國佔7.6% 美國佔33.6% 歐洲佔21.8% 韓國佔7.4% 其他地區是約佔4.7% 體質檢視 傑波的股本是7.5億 是屬於小型股 小型股在面對股災或者是經濟不景趣 抵禦是比較差的 在2008年金融海嘯及2012年獲利都是虧損的 EPS分別是-1.55元 及-2.9元 是歷史的次低及最低 顯見小型股在面對空投來襲時 抵禦能力是略選較弱的 這個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再來看到 傑波的營收灌水比例是 40.7% 標準是要低於30%以下 營收佔款是 1.4億 存貨是6億 再來看到存貨周轉天數 從2020年第四季的 96.77天 4足跡的上升到去年2021年 第四季是來到了152.54天 主要是港塞導致缺料問題 而客戶是暫緩拉貨 可能就是這樣的因素才導致存貨周轉天數才會拉長 應收帳款收限天數則是維持在一貫的水準 大約都是在25天以下 也就是在不到一個月以內就可以收到現金 所以這個部分則是不需要太擔心的 獲利人力從2002年上跪至今20年 只有在2008年及2012年是虧損的 徐年度都是賺錢的 在2012年到2016年 獲利都是不好的 EPS都不到一塊錢 主要也因為傑波是傳統主機版廠商 面臨市場銷價競爭後 導致獲利不佳 但從2017年開始轉型為IPC工業電腦以後 是陸續見到成效 獲利是顯著提升 獲利EPS都至少有在1.57元以上 去年更是有不錯的表現 營業收入是18.2億 成長30.9% 是自2016年以後的新高 稅後淨利是2.46億 成長100% 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EPS是3.28元 是近20年來的新高 表現相當不錯 3D的部分 可以2016年為分水嶺 在這之前都是不到10% 但期後是穩定提升 毛利率是至少在25%以上 營業利率與稅後淨利率都在10%上下 去年的毛利率是32% 營業利率是16.4% 稅後淨利率是14% 都是創下近期的新高 ROE及ROA的部分 近年ROE除了在2020年 是低於10%以下 ROA是在2020年與2019年 是低於10%以下 區域都是在13% 及10.5%以上 去年2021年的ROE是18.5% ROA是13.6% 都是創下歷史的新高 表現亮眼 股利政策 延續9年配發股利 發出9.9元 發出21次股利 合計發出33.6元 從2017年以後是至少配現金股利 0.9元以上 近五年當年度的田徐成功機率是80% 近五年的平均盈余分配率是76.6% 而他今年的股利已經公布了 是配現金3元 是18年來的新高 以4月15日收盤價34.05元計算 值利率是有8.8% 是相當不錯 捷播在轉型後 整體的財務體質 獲利能力都已經提升不少 今年2022年 前三個月累計 營業收入是5.38億 成長49.7% 是已經連續12個月成長 基本面也是持續成長 再加上有高職利率護體 長期持有它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再來是回應這位網友 想要知道的公司是 技嘉 技嘉在之前的影片就分享過了 直接來看他去年到今年初的表現 去年2021年的營業收入是 1,219億 成長44% 營業毛利是 296億 成長104% 營業利益是 145億 成長243% 最後淨利是 133億 成長204% EPS是 21.01億 是相當猛的表現 以上都是創下 歷史的新高 三例的部分 毛利率是24.3% 營業利益率是11.9% 最後淨利率是10.9% 都是近期的新高 ROE ROA 則是誇張的 41.1% 及22.5% 業外收入的部分是 16.3億 是月賬獲利的 12.3% 這個是利息 租金 股利收入 及外幣兌換利益 是每年都有的常態性收入 所以 居家居年爆發性的成長 都是來自於本業的貢獻 主要是受惠加密貨幣帶動的挖礦效益 在比特幣 以太幣等虛擬貨幣行情發酵 及疫情下 宅經濟發燒 市場對筆券需求攀升 使得筆電 電競筆電 主機板 顯示卡 銷售旺盛 其中顯示卡更是因為虛擬貨幣挖礦風潮在起而瘋狂 市場上是一卡難求 經常是溢價一倍 甚至兩倍也是收購不到 使得技嘉是直接受惠 而今年是延續的表現 前三個月累計營業收入是 326億 成長14.9% 是同期歷史的新高 持續亮眼的表現 鼓勵政策的部分是 連續25年配發鼓勵 合計發出88.38元 近五年當年度的填徐成功機率是100% 今年的鼓勵是已經公佈了 是配發現金鼓勵 12元 以4月15日收盤價 112.5元計算 殖利率是有10.7% 是相當的美味可口啊 技嘉在轉型以高毛利率的電競市場後 去年是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今年來也積極地跨足伺服器市場 今年技嘉的伺服器營收增長幅度 有望高達50% 成為技嘉今年主要的獲利成長引擎 法人是預估今年的EPS是有機會上看18元的 另外隱憂的部分是習慣了疫情共存 進入了升息循環、惡物戰爭等因素 衝擊加密貨幣的價格 導致顯示卡挖礦需求降溫 價格是崩跌了 市場不再瘋狂 從3月的營收就可以看出端倪是95.01億 衰退13.7% 中止連續24個月的成長 首度出現衰退 顯示卡的價格暴跌 可能就不會再像去年人友對獲利超額的預注 所以會不會達標法人預估的18元呢? 這個是需要我們密切觀察的 技嘉在2020年個人分享影片時是有短暫的持有 當時的價格是只有50幾元 是短線進出並沒有長期持有 是指大約賺了一根漲停就出場了 以事後的角度來看如果能夠長期持有 不僅賺了股息 更是賺了加差 應該是賺翻了才對 所以個人之後也才一直在提倡長期持有 以長期投資來講 個人的操作模式是先建立部位 再定期定額的買進 如果股市大跌 再分批為基加碼 在聯華以及玉山金已經印證了 另外目前也開始佈局不同的公司 這些在會員的社群都有公佈 加入會員社群有影片製作票選 及個人持股 以及好公司分享 感謝會員社群長期的支持 而這種好的賺錢方式 我們要一直不斷的反覆用 才能使獲利更大化 好了本集影片就到這邊了 謝謝你的觀賞 喜歡影片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